保险资讯要提供给您 关于餐厅业主风险管理的注意事项 很多餐厅的老板 经常会因为员工在餐厅受伤 Claim劳工保险而感到苦恼 那今天就跟各位餐厅的老板分享一下 员工在餐厅工作的一些 Loss Control的方法 那首先 老板应该要制定员工休息时间表格 员工每工作4个小时 会有不少于10分钟的休息时间 或者有的餐厅 中午会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老板应该制定员工工作时间休息表格 包括一天当中的每次休息 或者午餐时间 都需要员工签字确认 做好记录 这样就可以在员工受伤时清楚地判断 员工到底是在工作时间内受伤 还是在休息时 因为处理私人的事情而受伤 第二 员工厨房的员工必须要佩戴护具 在厨房的员工一定要佩戴手套 并且洗碗的员工 切菜的员工也应该根据工作的不同 佩戴不同材质的手套 这样可以很有效地控制 员工可能在切菜时切到手指 Claim老公保险 员工也可以很好的做到自我防护 第三 老板应该再为自己的餐厅安装摄像头 并确保摄像头是随时保持运作的状态 这样在员工受伤时 或者餐厅有其他情况发生时 老板可以在第一时间内调动摄像记录 了解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 这样在保险公司的Claim Adjuster 了解情况时 可以为保险公司提供影像资料 第四 应该定期为员工提供安全意识的培训 首先要让员工知道 在劳工保险受伤时 尽量可以用Urgent Care取代Emergency Emergency会有救护车 或者是救诊费用也会比较高 用Urgent Care取代急诊 可以很好地控制Claim的费用 第二 要让员工知道 无论怎么样员工受伤造成伤害的都是自己 员工要有安全意识 做好防护工作 第五 要提醒餐厅的Manager做好Claim Report 将每个员工的受伤情况 经过 理赔的金额等做详细的记录 如果您同时有几家不同的location 餐厅的老板应该定期让不同分店的经理 汇报各个分店Claim的情况 详细了解每个分店Claim的细节 了解员工受伤的原因 最后也要提醒各位餐厅老板注意的是 平日对员工安全意识的培养 或规定员工在工作时必须佩戴护具 都可以预防Claim的发生 也可以控制劳工保险的保费 不会因为Claim而上涨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关于您的行业风险管理的资讯 可以联络您的商业保险经济